随着疫情的发展,对于新冠病毒的研究也越来越多,去外媒报道,一项很小但仍在不断扩大规模的研究表明,世界上多达一半的人口可能对新冠病毒具有一定的免疫力。 在对美国捐献的血液进行的检测发现,大约50%的样本含有对新冠病毒有反应的免疫T细胞,这表明捐献者可能具有对抗新冠病毒的天生免疫力。 此前大部分人都认为,新冠病毒之所以主子之命,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病毒,人类对它没有天然免疫力,但英国医学杂志副主编彼得多时博士于9月17日表示,有证据开始表明,一些人可能具有某种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。 今年3月,华盛顿斯卡吉特唱诗班的一名成员,在参加他们的常规训练时感觉有些不适,但当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。 一周之内,这名成员和另一名成员的检测结果均为阳性,合唱团的122名成员中还有25名也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的症状。 在随后的几周内,参加该练习的另外60人中,也有52人感染了新冠病毒。 该唱诗班的这一活动被称为超级传播活动,并成为某些集体活动可能加剧病毒传播的早期标志。 科学家们认为,这是研究新冠病毒传播方式的一个机会,但是很少被提及的是,另外8位成员并没有感染。 研究表明,反复接触新冠病毒的人感染的可能性更大,但在唱诗班的这一活动中,感染和未感染的成员接触新冠病毒的时间是相同的。 一种解释是,有些人对新冠病毒已有免疫力,大多数关于冠状病毒免疫的研究都集中在抗体上,即人体暴露于新病原体后产生的免疫细胞。 它们是为对抗特定病毒或细菌而量身定做的。 在纽约等疫情严重的城市,拥有抗体的人群比例仍然很低,这些抗体可以保护它们免于再次感染。 在纽约市,大约有23%的人检测出抗体。 现在,科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T细胞,这让一些即使没有产生抗体的人,也能对新冠病毒免疫。 因为T细胞和抗体一样,都是适应性免疫系统的一部分,并学会识别和对抗特定的病原体。 除了美国的研究之外,荷兰的研究也表明,10人中有2人的血液中含有对新冠病毒有反应的T细胞。 德国测试的样本中也有约三分之一比例,尽管这些都是小型研究,但是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 尽管新冠病毒本身是新出现的,但也属于其他相关冠状病毒所在的家族。 科学家们认为,一些人可能具有应对新冠病毒的T细胞,如果事实真的如此,世界可能存在超出我们想象的群体免疫。 但在此之前,还有许多的研究要进行。